所以我把名字改了 欢迎猪 不然你怎么可能刷了2000万的榜 然后我连一个飘条我都没有看到 不可能 我刚刚是看到了很多人飘条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刷了2000万的榜 我都没有看到飘条 你能不能两个腿冰在一起 然后把身子倒下去 我吗 我至于吧 对 就是这样子 然后身子往前 没试过 不知道 你试一下 就是这样子往前推 然后推平 推平吗 对 就把你的身子往前 就是两个胳膊撑着往前推 然后把它推平 等一下 这样子吗 对 就两个脚合在一起 然后把两个腿 平 平着放到床上 就平着放到床上 两个腿 然后身子往前推 然后推到最低的时候 胸要趴在 脚上的时候 对对对 你往前推 但是你两个腿 就是你的膝盖要挨着床 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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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往前推 推不下去了 我可以 我可以被放到一个箱子里 你知道吗 对啊 对啊我也觉得 那是因为你之前练过瑜伽呀 比较好呀 比较柔软呢 没有我每练的时候身子也很软 你们再不能脚嘛 反正脚丫子也很香啊 你知道吗 我用了一个沐浴露 放屁都是香的 怎么沐浴露啊 那么厉害 真的 就是 就是放屁都是香的 不是沐浴露 是身体乳 哦 是哪种 之前 就是之前我让别人帮我买口红的时候 然后 别人从那个 然后 就是 那个 那个身体乳 不是我让别人帮我买的 估计是别人看到了 然后给我买的吧 要不就是他们那边比较出名的 然后他就买了给我 然后我感觉抹了以后 放屁都是香的 真的 好 好棒 然后我今天大早上的就是 大早大早 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到下午 四点才睡吗 为什么 就是下午四点才睡的 对 然后我那会儿一直睡不着 因为大早上的我妈给我打电话 然后她说 我今年必须要先订婚 你才多大我订婚 我真去睡了 好 然后我就想问我上哪找个人去订婚 我妈妈居然去给我算卦 人家算卦说我今年订婚好 什么狗屁理论 韩宝 我发现你们外地人哈 就是北方的 或许是那些 反正不是广东的哈 都很流行相亲嘛 你知道我也就想 你知道我之前就是 我刚毕业那会儿 然后就很多人 然后就跟我去我奶奶那儿嘛 然后就说要就是要我去相亲 然后刚开始我都拒绝了 后来我妈妈就给我打电话嘛 然后就说让我去 我说我不去 然后我说我又相亲嘛 然后我妈说你去吧 我妈说别因为这个到时候 把那个就是家里的人都全都得罪了 就感觉就是我妈的意思就是 如果别人给你介绍了这么多 然后你都不去见一面的话 然后就感觉你们家闺女就很怎么样 就是感觉别人那种高拍不到 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然后我妈就说去吧 我妈说别让别人觉得你不懂事 然后我就去了 就这样子 然后你知道那时候其实 你知道那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吗 三年前的时候 你知道三年前我才多大吗 三年前 三年前的时候我才 对三年前的时候我才17岁 我无语了真的 其实 其实 其实那个相亲很不好的 就那时候就差一点点就对我 但是我们这边人特别信算卦 你知道吗 尤其是妈妈级别的人 就是特别信那个东西 然后那时候就去算卦 然后就说什么 我们俩不合 然后怎么 因为我们俩一样大嘛 同一年呢 并且 那个 生日 不超一个月 就是我也是10月份的 他也是10月份的 他也是10月份的 就这样子 然后当时就很那个什么 完了以后 完了以后就大家 然后就觉得 就是不好嘛 然后就因为这个你想想多么的可笑 多么的那个什么 就是如果 就是因为还好是相亲 如果两个人骄傲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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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以后最后因为算卦真的扯了 我真的觉得我如果如果我真的很爱很爱那个男孩子的话 真的我就 思维要去把那个就是那个算卦那个那个那个门牌给的砸了 我觉得那个门牌给的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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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对而且我们这边还很就是就是很那个什么就是我们这边也很小你知道吗 我之前相亲相到了我朋友的前男友 啊 对就是就是两家安排相亲 就我不知道是他他也不知道是我 但我俩就就相亲我 就很尴尬 然后那时候两家人还都很愿意就很尴尬 对啊 哎呦 就是我现在有个同事哈就是我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啊 他也是相亲的哈 他跟他老公根本没感情你知道吗 现在都分房睡了不好 至于吗 然后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就是就是其实其实看似就是自谈的好 但是就是我朋友啊就我朋友亲眼看到的就那天跟我朋友去洗澡的时候 我朋友跟我讲的 他就跟我说因为我朋友已经结婚有孩子了嘛 然后 老公死了嘛 然后 老公得那个白血病 我觉得我朋友特别特别 就是 那个什么 就那时候孩子他儿子还是个儿子 他儿子很小很小 然后 哎呀你端了 为什么要在我说事情那时候端了 然后那时候 然后那时候 然后那时候